好 我们再继续接电话 下一位是新疆的周先生 周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以前看电视的时候 看你们节目 我见过魏京生这个人 他上过节目 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就是我以前在新疆的时候 街上你根本就看不到警察 但是现在你发现街上 我的天 到处是警察 武警 车到处感觉很不舒服 我想谈谈今天节目的情况 第一个 武侃在中国 不会蔓延这个模式 因为到现在 武侃还是在各种监视和控制之下的 第二个 共产党现在 正是吃玩儿的时候 正是享受挣钱果实的时候 第三个是 共产党目前从各种维稳 开支情况来看 也是想用各种强制性的办法 来做长期的压制性的计划 所以共产党不可能想改变中国的重新模式 谢谢 好 谢谢新年周先生发表的评论 那么下一位是云南的江先生 蒋先生 蒋先生你好 你好 您好 你好 嘉宾好 魏老师好 谢谢 我觉得呢 就是说 我今天也看了这个 温总理的这个招待会 这记者会 我就觉得呢 了解 共产党和了解 包括温总理呢 就是 吴宜先生啊 宜洁啊 包括宜洁写的中国影帝 温家宝 也就是包括 包括这个 刘晓波先生啊 这些 我觉得他们今天讲的这个民主改革啊 不要忘记了 他们民主前面都有人民两个字 人民呢 就是党的代表 就党的意思 温总理呢 也是利益集团之类的人 里面的人 所以说到改革的话 你不要忘记今天他所说的 人民可以管理好县 可以管理好村 乡 县 说到县就打住了 所以就是说这种直写的话 还很直写 不可能的 他们要保住他们的利益 在一个把诺贝尔和赢家 和获得者 关在牢里的一个国家呢 不要指望他们会有真正的民主改革 特别是 像乌康这样的经验呢 有很大的极限性 我觉得特别像这个 对一个干扰美国之音 批评政府就是反动的国家 这种改革呢 这种民主改革 民主 这个政治改革 你已经说了多少次了 关键是在作秀而已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云南蒋先生 发表的这些评论 我们来继续接电话 下一位是河南的王先生 王先生 你好 王先生 我发表我的观点 我不能乱 就是政治改革 如果乱了 是不是还是老百姓 但是那么不 不会是乱过 好 可能王先生 后来这个不是太清楚了 但是我们听见他的观点了 谢谢王先生打电话来 魏先生 王先生的观点呢 也反映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就是中国不能乱 那么中国也有相当一部分 老百姓呢 也有一部分了 这是老百姓也这么认为 你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中国政府这个说法呢 就是为了适应 一般善良的老百姓的想法 哎呀 不管怎么样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乱了吧 但是大家反过来想想 所谓的不乱 那么多的贪官污吏 那么多的违法乱计 那不叫乱吗 实际上中国现在非常乱 老百姓也有直接的感觉 特别是从国外回去 一回去就觉得不能适应 这个地方太乱了 所以中国实际上已经非常乱 而这个乱是共产党和这些贪官污吏造成的 所以说这个说法本身呢 大家应该从反过来思考一下 另外就是说 如果把这个改革看成乱 那么所谓不乱就是维持现状 那就维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那老百姓还是要吃苦 还是要受剥削 这个老百姓好受吗 也不好受 当然说到这儿以后 还是会有一小部分人不同意 因为他们过得很好 他们可能属于那个获利的阶层 他们生活有保障 权利有保障 在官场里头都有自己的人 不会受到什么委屈等等 他们可能觉得 这个天堂不能失去 所以他们这些人呢 一般对老百姓的 跟老百姓的看法有很大的区别 那些很贫困的 按照中国政府自己刚刚公布的这个数字 现在还有1.26亿 还是1.28亿的贫困人口 而且这还不是按联合国的标准 是按中国政府的 每天收入不超过45美分 这样的标准呢 还有1.22几亿 就1.22几亿的贫困人口 这些贫困的人他怎么想呢 所谓乱不乱 他们生活就是一塌糊涂 就已经是乱到底了 还能怎么个乱法呢 所以说实际上在中国现在 大家对所谓的乱不乱的看法 也是各不相同的 这里面这个乱是不是有两种含义 比如说这个现在社会上 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很乱 比如说这个就是经常政府 贫困人家会打黑或者扫黄等等 是各种现象的 确实是很乱 乱象很多 那么另一方面 是不是有一些老百姓 怕的是像中国这个 陷入中国就是前苏联 苏共垮台的时候 那个时候那段时间 怕陷入那种情况 因为那个时间 苏联人的生活非常苦 卢布的大幅度贬值 从原来的一个卢布 换好几个美元 到后来几千个卢布 才换一美元 最后老百姓 可以当时说是民不聊生 那个东西匮乏 而且物价特别高 什么吃什么喝什么 要什么没什么 是不是有一些人 乱指的是那种情况 如果说 那么现在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 中国如果说正改实行民主的话 会乱到那个经济上 会崩溃到那个地步吗 我想不太可能 没有那种可能性 因为中国的经济 和当年的苏联的经济不一样 当年苏联经济是维持了 好几十年的那种 所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老百姓是 过去老百姓便包有保障 但是其他方面消费呢 仍然是很差 也不比那个解体之后更好 实际上就是也不比那时候更好 另外我们从另一个角度 中国要是真的 老百姓起来了 改变了一党专政 就一定会乱吗 这个我觉得未必 因为我举一个很好的例子 按共产党说 乱莫过于八九年的六四 他们认为八九年那是大乱 特别乱 对不对 那是共产党的观点 可是从老百姓的角度看 那个是北京乱了吗 一切都井井有条 连交通井都没有了 反而没有什么刑事案件 反而非常非常那个好 有的人自行车丢了过了 两天回去找还在那放着 钱包掉地上没人动 那个时候真是老百姓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来之后 我想大家一起维护这个秩序的时候 这个秩序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那个 现在说起来好像有点像神话 但是经过八九六四的很多人都有共同的看法 所以说真正的乱 那个时候我倒觉得是不乱 现在共产党这个状况 倒是真的非常乱 好我们再继续接电话 我想很多观众啊 听了在等着和你进一步交流 四声的黄先生 黄先生你好 黄先生 家民好 主持人好 黄先生好 请讲 中国的在两会集所的闭幕 那个温家宝回答中美记得 他说他对政治改革是用尽了心 用了最大努力 但是我请问嘉宾 是不是中国高产 他们分歧很大 好 谢谢黄先生提出的问题 我想再接两个电话 然后请温锦生先生 一起来进行分析和解答 下一位安徽的洪先生 洪先生你好 你好 洪先生好 你好 我想说在那三个方面 第一点我感觉 温锦生先生 作为一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处分过的遇见人士 你们美国之音邀请这样一个人 是叹一回应 为什么呢 他的观点难免会偏激 同时我们美国之音 那个诚信会打折 这样会让中国广大的 听众失望 今天合同国 这个极左意识的人 难道美国希望分裂吗 这是我们中国很多人都知道的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这个 我希望啊 我们这个美国人啊 美国的朋友 美国人民 美国政府 不要低估中国人的智慧 中国领导人的智慧 中国人呢 是知道的 民主啊 不是千天一律的 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民主 友好的美国啊 一个真正友好的美国啊 应该做一些 更加对中国人民 有积极意义的可行的事情 美国之音 真的不能成为 中国民众 大陆人民 大陆有识之士 不能成为我们的笑料 不能成为民主的 那洪先生 您认为这个中国特有的民主 就是可以这个秘密的关押 非法拘禁吗 您问的这个问题很恐 你们说的这个事情呢 更多的应该由 法律界的人士来解答你们 那如果说 假如说您本人 假如说您本人被警察抓走 不告诉你家人你在哪里 不告诉任何理由 你的家人会有什么样 你会喜欢这种 遭遇吗 这个问题呢 是我们中国的悲哀 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我们中国的悲哀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 但是中国也是一个 五千年的这个 落后的国家 我们很多的民主人士呢 也不是很生气 我了解过美国的南北战争 了解过美国的民主经济 我们中国人呢 在对待同类方面的 一直呢 不能做到很公平 就像我们卫生先生一样 这个美国人呢 谢谢洪先生发表的看法 卫先生你对洪先生呢 这几个提到几点观点 有什么回应 我觉得它很有意思的 这是它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苏联你看 很不好分裂 然后呢 美国你愿意分裂吗 这可能是中共的报纸 宣传上一个 长期的一个论调 好像没有什么人 正儿八经的去播它 今天我想简单的讲一下 一个是苏联 所谓的苏联解体 因为那个苏联本身 也不符合它自己的法律 所谓解体分出来的这些国家 在苏联的法律框架下 就承认它们是独立的国家 它本来就是独立的 只不过被共产党 把它的独立的权利 给剥夺了 那么实际上 所谓的苏联解体呢 不需要制定新的法律 因为按照原来的法律 它们本来就是独立的 只不过还 把权利还给它们而已 另外人家为什么要脱离 俄罗斯自己独立呢 因为你们那个制度 不能吸引人 人家不喜欢你那个制度 我们还是自己管自己比较好 反过来说 美国为什么不要分裂呢 实际上现在不但美国不会分裂 而且周边的很多国家 大家还想要加入美国 当然美国不愿意要 大家还在谈判 对不对 通过某种方式 比如说要建立这个自由贸易区 实际上也是要 大家要沾美国光 美国的制度 美国的经济体系 都是大家所羡慕的 人心都向往着更好的东西 当然大家愿意加入进来 已经在美国里边的 当然也不愿意分裂出去 这是肯定的 所以根本的问题 在于你的制度 在于你的社会整个体制 是不是能够吸引人 对 魏先生 刚才安徽的红先生提到一个分裂 任何国家都不喜欢分裂 因为中国长期以来的 学校的教育和各种宣传 有一种观点就是说 一定要维护统一 统一就是正确的 甚至到历史上 统一中国就是功臣 分裂的就是错误的 就是犯罪 那么我们谈谈现代社会 加拿大前几年 蒙特利尔 就是亏北克省 举行的全民公投 就是脱离加拿大 是脱离加拿大独立 还是保留在加拿大这个国家之内 联邦之内 就这个问题 前途问题举行了公投 那么如果说公投 我想回答你前提 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 在举行这种 要独立问题进行公投的时候 加拿大政府有没有去干涉镇压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如果公投就是赞成 公投结果 赞成独立的人占多数的话 亏北克是不是就已经独立了 这个在西方的这个理念当中 是这个是不是像中国一样 只要分裂就是错的 统一就是对的 是不是有 是不是西方的要尊重的是一种 这个民众的自觉权 对 实际上我们观察过 这类似的很多事情 在这个民主的框架下 最高的原则是人民的意志 虽然人民的意志 表达起来不是那么方便 还有很多的技术问题 但是终归最终的权利 是在人民的意志 所以说你比如魁北克 他如果的公投 大家都说我们就是要独立 那么从法律上来讲 加拿大的政府 包括加拿大的任何一级的官员 你没有权利说我不接受 你爱接受不接受 那么在这个公投之前 或者期间 加拿大的政府有没有镇压 没有 或者说干扰 根本没有 因为这个东西 第一 加拿大政府有信心 第二 不管你有没有信心 你首先你必须尊重老百姓 否则你就违法了 你说你当了几年官 一共也就几年吧 任期就几年 你何必要去违法呢 没有人愿意这么做的 那么如果这个第二个问题 如果说当时这个全民公投的结果 是多数老百姓赞成独立的话 那魁北克今天是不是就独立了 因为魁北克实际上没有出现这个现象 很多人就会说 历史不能假设 怎么不能假设呢 杰克斯洛伐克就是公投以后分裂的 因为你既然已经民主了 你就得尊重人民的意愿 那一部分人民说 我们要出去 我们要独立 不管这个独立 你觉得好还是坏 你可以做各种学术分析 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必须尊重 哪怕老百姓是错的 或者你认为是错的 你必须尊重 这是民主制度的一个根本 而共产党的专制制度 当然他不承认 老百姓没有表达自己的权利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再接几位电话 对对对 时间老是不够 云南的周先生 不知道是不是 原来刚才那位周先生又打回来了 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喂 周先生好 周先生你好 请讲 喂 是您 是 请讲 我先向卫金森先生表示 从我的经济 谢谢 谢谢 表示从我的经济 我认为 中国不存在民主的土 中国的民主的道路还很长 我认为还是需要 从中央和老百姓方面的努力 好 谢谢云南周先生的发表的看法 或者说你的判断 我们再继续接电话 湖北的王先生 湖北的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嘉宾好 王先生好 先讲 有些问题需要时间来解决 中国的民族主义方面的这种煽动和教育 现在到了一个空前的一个程度 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不是老百姓的素质问题 是一个觉悟问题 是个觉悟问题 必须有一部分人先觉悟起来 然后中国的滥向表现在经济形势 经济上面 它背后是政治原因 是腐败 前不久爆料中国十大行业的一个侵权 都是国营企业 垄断企业 一个侵权 它的背景是什么 然后就是共产党的那些粉丝 也登上了美国之音的平台 确实很搞笑的 听听他们那种官员培养出的那种素质 那种讲话 我们一听就听得出来 可能就是一个科技干部 这样一个党次的这样一个粉丝 他们的立场 他们的观点 代表了他们的一个信仰 他们的一个政治背景 谢谢主持人 谢谢嘉宾 好 谢谢湖北王先生 下一位河北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陈先生还在线上吗 陈先生可能已经掉线了 我们再试下一位 湖南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我觉得温先生在看中国上升的时候 可能天板一块了 如果说温家宝先生做修的话 他今天记得说的话 我到里面把它看成是真诚的 因为他在89年 或者现在基本上是前后的观察一致的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谁也没有 如果说他是做修了 我们就可能没有可能委屈 或者把他和重庆的薄熙来之流放在了一个平台上 一个平面上 而薄熙来知道前几天在记载 这个谈话当中他还在谈责资资本主义 或谈责的他的一排胡言 这是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江青和张俊桥当年的那一种疯狂进度 我觉得他在顽强的抵抗 而至于广东的乌克摩斯 我是肯定的 但是究竟什么时候能推动全国普及 这确实是一个人民的觉醒问题 我今天把今天现在讲到这里 我也基本同意 这个政治改革上次已经无法进行来的 我们不要报很多信息 需要群体而丢点到面再到全体的这个觉醒才能够推动的 我觉得中国人如果人手油彩的项目 美国的托马斯 潘恩的那个 就是那个简单的那两个字 唐氏 这些我们中国就比较有希望了 谢谢 好 谢谢王先生发表的看法 王先生提到了薄熙来 那魏先生我想 我这个最后点时间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温家宝在中央介绍会上 还谈到郑改的时候 他说郑改不成功的好 文革的悲剧可能重现 你认为他所说文革的悲剧 是不是在忧虑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呢 因为薄熙来搞的那一套很像文革 而且他不避讳 他就搞的都是文革的一套 所以让大家就是所谓唱红了 很多人说他这是暗示薄熙来 我想这个一方面是暗示薄熙来 一方面是警告党内的 其他的这些特权阶层的 这个利益所得者 就是你们如果不搞政治改革 不同意我们搞政治改革 或者你不跟着我唱高调的话 老百姓一旦不高兴 那像薄熙来这种野心家 就会动员老百姓搞一场文革 就像当年毛泽东 把刘少奇干掉一样 你们到时候不是干掉一个刘少奇 你们这些人可能全要倒霉 他这也是一种威胁 一箭双雕吧 当然具体咱们很难说 他是不是指的薄熙来 反正这个嫌疑很大 听着有点像 听着像 对对对 那他还提到这个 还说重庆方面 必须反思王立军事件 对这个王立军事件 这个人您听到一些 什么样的评价 他这个正面有负面的 首先来讲不管是正面负面评价 就根据他自己吹嘘的事迹来说 首先来讲他是一酷吏 在这个暴政之下 就会有少数这个干得特别过分的 这种酷吏 他就属于这种 对待老百姓也好 对待那个官场里的其他的对手也好 都是非常残酷的打击 而且使用的手段呢 说实话是比古代的酷吏是一点不差 有过之无不及 首先他是这么一个人 但是最后呢 搞到他自己头上了 先是武则天手下的周星 对周星来自晨那个 最后搞到他自己头上了 要请君入瓮了 他知道了 他要逃跑了 好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中国民运海外联系会议主席 魏京生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受美国之音的节目之外 你还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通过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全方位的新闻与评述 通过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访问VOachinese 美国之音处处看 写信到 chineseatvoanews.com 订阅每日电邮新闻 获取最新搬墙上网方法 登陆goenglish.me 在线学习英语的互动课程 英语天天说 第二位在新浪微博的 英语学习之家